桃园市龙潭区11份观光文化园区旁 有60多栋闲置的北区水资源局宿舍 市议员张兆良希望能够仿造台中漫画博物馆园区模式 融入动漫元素打造桃园新的文创园区带动观光发展 龙潭区11份观光文化园区在2021年开幕 曾经是国片取景拍摄地点宏吉一时 在园区旁还有60多栋北水局所属的日式旧宿舍群 因为建物老旧缺乏管理师员张兆良提出 希望可以进行活化设立动漫园区 目前所了解北水局并没有多余的经费跟心力 来整理这个宿舍群 任由宿舍群在这边可以说几乎都是风吹日晒雨淋 我觉得非常可惜 希望我们透过这次的建议 台湾市中提出计划 我们也可以请文资局能够来探勘 能够来做这个茶姑 看这地方要怎么样 让他能尽量能够保持他原有60年前的一个风貌 张兆良议员希望可以比照台中的动漫园区概念办理 串联桃园在地动漫家艺术家等 举办假日市集等活化空间 希望说我们比照台中国家级的动漫园区 那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市集的动漫园区 那如果能争取到20栋到30栋这个北水局的宿舍 能够播交给我们桃园市政府代为管理 国内的动漫家 甚至于漫画家 甚至一些相关的艺术爱好者 进驻在这边 到我们的动漫专区这个地方 不管是将来的Cosplay 那他们要模仿或者什么等等的 都可以利用在这个地方 管理局指出目前少部分宿舍 还有使用者市府会持续与北水局协调沟通 文化局表示宿舍产权属于北水局 市府规划采文资程序邀及文资委员 预计在6月进行线刊加速程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